探索科学新知识体验生活科学 今天的发现科学专题要带你关心 柚子是中秋节送礼常见选择 每到中秋节家大户都有很多柚子 不过柚子吃完了柚子皮别急着丢 今天的发现科学专题就要将你利用柚子皮 自制天然柚香清洁剂 或是挤一挤柚子皮 尝试刺激好玩的爆破气球小实验 其中关键都在于 尝在柚子皮当中的柠檬锡成分 中秋节前的水果店门口 一颗颗黄绿色包满成垫垫的柚子 堆到了向座小山 将这些柚子拿进一点仔细观察 可以发现柚子表面上 满布一粒粒秃秃的这些究竟是什么 柚子上的这一个一个的点点 其实就是柚子皮上面油脂所在的位置 主要成分就是柠檬锡等等的部分 用来帮助柚子去抵抗一些病虫害 当我们剥开柚子时 随着表皮汁液的喷出 清新柑橘味跟着扑鼻而来 其实这股香味主要也就是因为 藏在表皮的柠檬锡成分 那它还有哪些化学特性 柠檬锡的话呢 它是一种锡类 那这个锡类的话呢 它其实里面有一个有机的结构 那所以很多人会把这个柠檬锡 就是比如说柚子皮啦 橘子皮啦柠檬皮 柠檬皮比较没有啦 就是这些皮的话呢 他们可能会拿去干嘛 拿去做清洁剂 因为这个有机结构 它不会容易水嘛 可是它可以融于有机化的物质中 柠檬锡是一种环状单贴锡 广泛存在于柑橘类果皮中 其中又以柚子皮的含量最高 另外包含甜橙 柠檬果皮也都含有柠檬锡的存在 除了最常见的做成精油之外 还能够用来清洁 今天就要教大家如何用柚子皮 自制天然洗洁精 切下柚子皮后将白色这层厚厚的中果皮去除 尽可能只留下薄薄的外果皮提升萃取效率 接着将柚子皮放入玻璃罐中 然后加入酒精 削皮后储藏在酒精的溶机当中 去静置大约五到七天 那静置完毕之后 它的颜色会有一些改变 代表它里面的一些多分类的物质 会有一些褐变的现象 那同时它的柠檬锡的成分也被萃取出来 原先透明的液体静置几天后已经变成褐色 最后再加入起泡剂混合后就能变成天然洗洁精 柠檬锡本身它对于脂质的溶解非常的有效 在柠檬锡碰到脂质的时候还把脂质带走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加上起泡剂 作为界面活性剂 也就是我们的水跟脂质的两个界面 那去把它做一个消除的时候 我们就更容易把我们的碗盘上面的油脂 然后经由这样子的一个洗剂带走 拿来洗碗 不管是沾了满满的油脂或酱料的碗盘 都能轻松洗净 自知又想洗洁精 不只有清新柑橘果香 而且成分天然 不过在制作的过程中 容器的选择可得特别注意 在容器上面我们会建议用一些玻璃容器 去做萃取的进行 因为如果用塑胶容器的话 可能会像这样 它原本是透明的容器 在使用高浓度的柠檬锡静置之后 也会有一部分塑胶被溶解 然后里面变成一个凹凸不平的一个现象 竟然看到了柠檬锡能够溶解塑胶的威力 类似原理就来看看 用柚子皮竟然还能够爆破气球 换个角度再看一次 当柠子皮挤出的汁液 也就是含有柠檬锡成分的汁液 才紧紧一滴到吹饱气的气球上 气球就立刻爆破 威力相当惊人 气球它本身是由橡胶制成的 那橡胶的话其实也是一种有机的聚合物 那不管怎样呢 当然大家知道说气球不容易水嘛 要不然我们就看不到气球了 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柠子皮啦 柠子皮啦柠檬皮上面的柠檬锡去滴上去的时候 我们表皮的那些橡胶 就会因为溶解在这个柠檬锡之中 而变得结构不稳定 那边就会变得更薄之后呢 就会破掉了 除了柠子之外 用柠檬皮的汁液也有一样的效果 同样都是因为柑橘类水果表皮的柠檬锡 将气球的橡胶给溶解 才会让气球立刻破掉 柠子吃完了 果皮先别急着丢 除了可以拿来做成天然的清洁剂 还能试试简单好玩的科学小实验 认识藏在柠子皮里的柠檬锡成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